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来看一下Svift里边这个函数 那么函数呢其实呢在任何的编程语言里边呢它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C语言啊其实就是一堆函数是吧 像这个OC啊Svift啊像Java啊C加价里边这个函数啊 其实有的里边比如Java里边它不叫函数啊才叫方法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啊 我们这一节呢来看一下Svift里边的函数 大概有这么多内容 第一个就是定义和调动函数 第二个呢讲的是这个函数的行参和返回值 第三会讲到函数的一个类型 这个函数类型呢像我们这个其他的类型整形呀 像浮点形呀组串一样 函数本身呢它自己也可以作为一种类型 作为一个参数呢可以进行传递 后边呢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函数的签套 这个呢也是Svift里边它函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啊 就是在其他语言里边这个函数是不能欠套的 比如说这Java里边一个方法这套一个方法那就消掉大牙了是吧 基本上你学的不好 在Svift里边这件事情可以办到的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个函数的一个定义和调用 先简单来看这一个函数啊叫Seek Hello 比如说我传议参数啊就内蒙说啊 比如说一个大厅然后呢有一个门卫 他就负责这个跟嘉宾打招呼的 是吧这个张三来了是吧你好张三 李四来了就你好李四是吧 我们写这样一个函数啊来实现上一个功能 那么这个函数呢首先是函数的关键字啊 叫FUNC就是Faction这个缩写 前四个字母的缩写啊 那么后边是还是名称Chello 这个是Name是一个参数啊 告诉我这个参数的类型是租传类型的 后边呢这个箭头 右箭头代表的是这个函数的一个返回值 就是函数运气结果啊返回值 那么下边呢就是hello谁谁谁是吧 后边加一个Name然后给它返回 我一定要用这个Tom就是helloTom 凯特就是hello凯特是吧 嗯嗯 打开我们这个Scode 我们去新建一个Predict 那06讲的是这个坛数 好 那么还知道我们把它切换到全屏啊 这样这个好看一些 看一下这一些我们讲到的是这个 函数 函数 第一个是这个叫这个函数的这个声名 声名和这个调用 这个调用 嗯 好下边我们来定义函数啊 有个关键字叫funk 然后叫函数名称Chello 里面参数Name然后冒号 类型后边这个代表它是返回值 那么具体怎么样实现呢 我就return一个叫hello 然后逗号 然后这加上这个Name再加一个他号 哎 那么输出这一句话 这边调用它呢 那我们在这直接就调用第一个叫Chello 嗯 直接通过海人名称是吧 Tom来了就是hello Tom 那凯特来了是吧 嗯就是hello凯特 OK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输出的结果 好像机器有点累是吧 慢打R我们留了一下看看输出的一个结果 咱没有输出的原因就是这个 别怪它是因为我们诚心协错了 因为这只是一个这个返回值 而没有一个什么呀 没有一个结果啊 所以说你要想得到这个结果需要这样干 得到这返回值 然后这个答应这个返回值 它才有输出是吧 嗯嗯 刚才其实不是因为机器累了 机器是不知疲倦的是吧 它是为什么我要使用计算机呢 因为计算机干活不累啊是吧 嗯 然后他每天工作 然后尤其是啊我们说这个百度的服务器 是吧 常年的就在机房里面工作 他也不喊累是吧 也不喊这个加工资是吧 也不喊这个加工资是吧 这是我们要使用计算机 嗯 我们来看这个 Hello Home Hello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里边我们可以抛析一下 这里边有几部分 第一个就是那个关键字 那么任何函数都必须有一个funk 没有参数的又是没有参数的没有参数呢 你也必须加一个括号 比如说我在定义另外一个函数啊 嗯 我这个函数rb非常的这个呃 rb 这个函数非常的简单 既没有参数也没有返回值 然后呢 那么这样一个函数呢这个参数 没有参数也需要加这个括号 是吧 嗯 没有参数 呃 括号 也是 也是必须的 嗯 必须的 我们就前几年我们都说什么什么大家都讲这个必须的是吧 好像现在不怎么讲了是吧 网络英语啊 流行一阵就过了 对 嗯 这个经典的这个成绩考验是吧 这个参数就是我们这里边如果有有多个参数啊 后面我们还会向你来讲都参数都好平革开 嗯 返回值是有一个右键头啊 来标识你这个函数的一个返回值 怎么样调用一个函数呢 就是通过函数名称 如果有参数就给它参参 没有参数呢直接调用 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rb 我想调用rb 那我这个没有参数直接调用rb后边 这个括号也是不能省略的 不管你有参数还是没有参数 那后边还是后边这个括号也是必须有的 ok ok 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 呃 刚才给大家讲的有关函数的定义和调用 呃 还是定义调用里边啊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种形式是既有参数 也有返回值的 其实这个函数啊还有几种情况 我们来看看 呃 无三无返回值 那么刚才其实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这个 就是无三也无返回值 我们再来看看 既没有参数也没有返回值 再放个f1 然后这就是一个既没有参数也没有返回值的一个函数 嗯 那么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 还有就是有参数不返回值 就是在有参数没有返回值 我们都把这几种情况便利一下 有参数 比如说f2参数 比如说age冒号int类型的 输出一句话是吧 说是1age is 冒号 后边再有斜杠age 就算差值是吧 这个函数的特点就是 它有参数但是它没有返回值 对吧 嗯 那么再来看一种情况 就是无参数但是有返回值 没有参数但是有返回值 没有参数rf3 然后有返回值 实践给是100 比如说你返回值是int 那我就这样就给retain一个100 这个反应就是没有参数但是有返回值 还有人情况就是既有参数又有返回值 这个 比如说我们计算一个sum求货 然后a int类型的b int类型的 反回值是int类型的 retain一个a加上b 这个是既有参数又有返回值 ok 这个 写错了 ok 好 后边我们再来看看后边就是多返回值 我们还可以返回一个叫tuple 一个圆祖啊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返回值是以网站的一个状态 说当前这个上不了网了是吧 嗯 说官网coding学团官网的时候正在维护 比如说返回一个404或者500啊 这样有错误 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给多个值 F4 F4 反回多个值其实就是一个tuple 一个叫圆祖啊 这就是反回多个值 然后我认为一个圆祖 比如说500 00 后边就是叫server interval 还有 服务器内部错误是吧 嗯 服务器内部错误 这就是返回一个 就是tuple 有多个值 这个其实是CVT里边的一个新特性 其他的基本上跟我们前面说的一个 嗯 都非常的类似啊 嗯 OK 嗯 那么刚才大概我们介绍了函数的定义和调用啊 又介绍了各种函数的一个形式啊 后面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函数的这个行参和返回值